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古代中日官方关系发展的大体脉络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秦汉未进南北朝时期中日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而历经两汉后,中国再次陷入动乱 即220年至581年,除西晋短暂统一外,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的危近南北朝时期 而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后三世纪,日本处于弥生时代 公元前一世纪时,日本列岛上已经形成了许多小国 约三世纪末叶,出现了强有力的大和政权 后逐渐统一了列岛大部分地区,日本进入大和时代 日本史书中,与中国交往的文字记载出现较晚 了解这一时段的两个关系,只能依靠考古和中国古籍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早期中国古籍中,有关先清时代中日交往的记载 从记述中日关系的内容看 相关古籍中,论衡最早,其次是山海经 论衡记载,西周成王时,波人来线畅草 也可理解为波人共九 山海经济,波属烟 从当时日本尚处于氏族公社阶段这点上看 使共九为反映波人同汉族交往的古代民间传说更为恰当 中国战国时,日本列岛上国家尚未出现 已无所谓波力属烟了 而盖国在燕国之南,沃之北的记载说明 战国时,我们已经知晓日本大体的地理方位 致迟在此时,中国人和沃人间已经存在自发进行的民间交往 那么,秦汉时期,中日两国是否已经建立起官方关系了呢? 秦时徐福东渡可谓是流传于两国间最美好的传说 实际记载,海中有三神山,徐福应秦始皇命令入海求仙药 得平原广泽,只亡不来 由此可知,历史上徐福却有其人,徐福东渡已却有其事 但是,司马迁并未标出蓬莱等三山的方位 平原广泽是河地 此后,前后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代史书中 结尾名言,徐福到达日本 直至五代后洲时,开元寺和尚一处 首次将徐福入海,变为徐福度日 蓬莱山,挤富世山 由是,史学界对此探讨不断 或言徐福之大日本 或言其登陆朝鲜半岛后 徐福或其后人东渡日本 最终抵日,似乎已成共识 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广为流传 具体的史迹已因缘而生 中国河北有千通词 江苏有徐福词 日本左赫有金利神社 河阁山有徐福公园 徐福公园内还立有徐福墓 譬如不老迟,徐福乃日本开国之主 使神武天皇等各种学术观点 以应识而出 徐福度日是否完全属实 始终未能定论 尚待史学界进一步探讨 但此时,中日两国间未建立国家关系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两汉时期,中日开始建立起官方关系 朝鲜半岛是古代中日交往的桥梁 公元前108年 汉武帝灭魏式朝鲜 在其地设月浪等四郡 使汉窝交往不再受阻 汉书记载 约公元前一世纪 日本列岛的百余小国中 有不少通过月浪郡 以遂时同汉交往 何时开始 他们是否到达汉的国都 现已无从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此时的中日交往 至少已升至半官方性质了 东汉建立后 列岛上朱小国与汉交往更加主动 北九州地区的奴国和一都国等 都曾同汉建交 官武帝刘秀 于公元57年赐予奴国国王的金印 于江湖时代在日本出土 舍纽方寸之印 刻有汉波奴国王五个英科传字 此乃中日建立国家间关系的最早物证 一时东汉初年 日本已经开始接受中国册封的最早时证 五十年后 窝面土国国王等人 进建安地 现身口 以及是奴隶 一都国 即汉集中的窝面土国 从礼品上看 日本生产水平很低 这也正是日本列岛上诸国 积极同东汉交往的原因 东汉末年 割据辽东的公孙室 在月浪郡南部舍戴方郡 集中管理与沃国 频繁的交往事宜 238年 为司马懿灭公孙室 为占据月浪戴方二郡 日本列岛上 二世纪后半 兴起了三十余个小国 组成的女王国 女王被迷糊 力度于野马台国 野马台国 是在基内还是九州 大和说和九州说两派 至今争论不断 基内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位于女王国的邦交 成为三国时代 中日国家关系时的主要内容 悲迷糊 是鬼道 能获众 艳然四个萨玛女巫 其对辽东形式变化非常敏感 在238年 魏国领友戴方郡后 立即欠南生米等人 赴戴方 求以魏明帝 魏明帝曹瑞 封卑迷糊为亲卫窝王 兽金印子兽 此以魏明户的金印 迄今尚未发现 但曹瑞回赐的魏靖的出土 或可些许弥补我们的遗憾了 当然 魏帝回赐 绝不仅是一面铜镜这般寒酸 从曹瑞的诏书看 另有 织品 黄金 珍珠等大量封赏 此诏书是中日两国建立 册封交评关系最早的历史文献 颇旨易读 建交后 两国使节来往不断 238年至247年十年间 女王嵌使来魏四次 魏嵌使赴日至少两次 如此频繁的官方往来 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就其原因 对于女王来说 依附于魏 意义尤为重大 不但可以提高其在30余小国内的权威 还可以通过朝贡 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学习中国先进的技术 文化等 更为重要的是 魏国的军事声援 女王国与列岛上与其对立的狗奴国发生战争时 魏使曾殉计携带魏帝诏书 和赐以男生米的黄闯 赶抵窝国 为女王军事助威 就魏国看 以具海军优势的吴国争雄 女王国去从的影响 毋庸多言 辽东局势不稳 也许女王自后方 钳制半岛上其他各方势力 戴方太少 即在245年战死 中卫一带 两国邦交十分稳固 两进南北朝时 中国局势混乱 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 在中国势力退出后自行发展 大和政权 即野马台兴起 基本统一了欧国 朝鲜半岛上先后兴起高沟烈 百计 新罗 散国争夺不断 朝鲜半岛始终是古代中日关系史上 无法绕开的话题 基本统一后的大和政权 试图以朝鲜半岛南端 窝人聚集较多的加约地方为踏板 通过与百计结盟的方式 不断在朝鲜半岛扩张 关于此期中日国家关系 自266年至413年间 史书中几乎不见记载 两国交往 完全中断一半世纪不可想象 应该仍在断续进行 420年 南朝留宋殆尽后 窝王又开始频繁向宋茜市 宋窝邦交 成为即魏窝邦交后 中日关系史上又一重要阶段 421年窝王赞 嵌使祝贺刘宋王朝的殿礼 后已加强与东伊诸国关系 已前置北位 同时表明 司机乃天下之主 刘宇下诏 出售窝王赞的官决 也有学者主张 赞本次未获得刘宋皇帝的出售 此后 赞有两次嵌使朝贡 使劫司马曹达 日本史学家考证 弃乃族规划人 汉族规划人不禁在传播汉族文化方面 而且充当窝史 在两国包疆方面 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赞 对刘宋可谓是公顺的 但继承人真 打破了历代窝王 公顺接受中国册封的格局 开始主动提出索要的封号 真要求学号 读沃 新罗 任那 加罗 秦韩 穆韩六国诸军事 安东大将军沃国王 文帝对此位于理会 仅出售安东将军沃国王 继第二次朝共识 正值送于北魏战争激烈 文帝破例授予 读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 同年 加进安东大将军 兴要求册封时 孝武帝撤销先前全部封号 仅受安东将军沃国王 待第五代沃王武时 再次上表要求处政 末代皇帝刘准 武乃仅剔除其要求决号中的百计 修七国为六国 武王处政 仅观其自称决号 沃王希望至少从形式上 获得在朝鲜半岛武力扩张合法性的目的 昭然若解 武所上表文 是至此沃王所成表文中 遗留下来的唯一一份 弥足珍贵 文采华丽 一波之一度 此后 虽然齐 梁 皆对沃王进行过册封 但对方 别未上表朝共 之随一统中国 百年间 不见双方聘使往返 今天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